偷盗强强 不但触犯王法 还会交叉是非 害人害己 你哪只眼睛看见我偷盗强强了 莫喜 小娘子 你小生些 夫人要是得知你 又来找莫喜小娘子 你又该找我 行 行 我不下了 莫喜 莫喜 我给你带点心来了 莫喜 什么声音 奴婢不曾听到有什么声音啊 这莫喜又去哪儿了 如今的荆州城可今非昔比 这么危险还到处乱跑 小娘子您放宽心 莫喜小娘子 她一向聪明 她不会有事的 小娘子 您身子还没大好 还是先回去歇着吧 夫人待会儿来看您 若见不到您 又要发脾气了 这边回去 这边回去 对了 待会儿回去之后 你一定把这双鞋藏好 莫喜让阿娘看见了 小娘子 这鞋可是您最贵重的一双 鞋头的海珠可是三两斤呢 怎么少了一颗 不知怎么的变不见了 如今家中不富裕 阿娘又着急上火 你可千万不要让她看见了 莫比晓得了 你怎么知道 你你说起来 一 二 二 二 一 二 二 你谁谁谁谁谁谁 地牧 一 二 二 一 二 二 二 一 二 二 二 一 二 二 二 三 二 二 二 三 二 二 二 三 二 二 还给你 我没花一分钱 并叫大夫给你开了药 小娘子 你的救命之恩 在下日后定当报还 可依着玄乎济世本就不应 你还是将这钱还回去吧 没事 那大夫也不是什么好人 我抓住了他的痛脚 不仅没收钱 还亲自给你抓了药 小娘子 我知道 你我相交尚情 但有一句话我还是得讲 偷盗强强 不但触犯王法 还会招惹是非 害人害己 你哪只眼睛 看见我偷盗强强了 不知好歹 不知好歹 傻瓜 宠货 说谁是贼 说谁是强盗 谁是强盗啊 我又不是 莫姨 是你啊 你把门开一下说话 你怎么还这么清白呢 虽然咱们平日里不常见 但怎么着 你也得换我一声大哥才是 你姓白 我可是连白家家谱都上不得的 我没这个喊你哥 你是想入家谱 认足归宗 是不是 这是我的吗 我跟我阿娘说一声就行了 替我办事 那可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 但二叔母可不是好说话的 你要怎么替我办呢 这不说我是你大哥吗 再说了 阿娘最疼谁呀 我呀 我只要跟阿娘说 不对 我找个道士跟阿娘说 就说你的深城八字 利于我白家 这样的话 阿娘一定会 就 这红能无名三道的 那自然就会听我的 办这事吧 就费点 费点 费点劲 那就多谢阿哥了 虽然费点心 费点利益 费点神 可是想让你 帮阿哥一个忙 什么忙呀 你今晚自这儿别走 行不行 我晚上来告诉你 行吗 就这一个忙 说好了啊 晚上 等 等我啊 晚上 咱就在这儿见 大哥 晚上来找你 说 说好了啊 这人肯定没怀什么好心 我得提防着点 你怎么用我煮饭能够熬药啊 你怎么用我煮饭能够熬药啊 先前阿老师昏倒呢 如今都能站起来熬药了 早知道你体力这般好 就该让你自己去看大夫 你不是说我是贼吗 那你现在还赖在贼家里 混吃混喝的 事出突然 事出突然 是在下连累小娘子了 这个你先拿去用 不够 我回头定会补上 我最讨厌你们这种假惺惺的人了 表面上说得好听 实际心里根本就是 看不起我 什么贼呀脱的帽子 都往我头断扣 救了你算我倒霉 要好赶紧走吧 去吧 没想到白蓬坤这个草包 有这么多提及私货 现在都便宜我了 都能上梯子了 看来你恢复得不错呀 既然恢复得差不多了 怎么还赖在这儿 骗吃骗喝的呀 好 好 怎么能够 我啊 你又能够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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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不信 舍不了了 乡娘子 是在下唐突了 能否再多收留我几日 我这又不是客店 而且我们非亲非故的 我凭什么收留你啊 有钱了不起啊 告诉你 本娘子现在也有钱 不差你这点 看你清楚了 确实 这是方才有抢了我堂哥的 为何又如此对他 我乐业 关你什么事 倒是你 不是说我好喝了药就走吗 为何还不走啊 那让我来猜一猜 肯定是你出门碰到了叛军 也是 你现在呢 腿伤未愈 如果碰到了叛军的话 那就像是小鸡碰到了黄鼠狼 只有送菜的份 在放眼这荆州城啊 也没人敢收留你 只有我了 小娘子的救命之恩 在下脱险之后 定会百倍千倍地报仇 精挺若是不够 我这还有一件巫师 可以拿去点卖 如你所见 我现在偷盗抢抢惯了 本娘子现在手头富裕得很 不差你这点 那小娘子究竟要如何呢 我要你 跟我签下一纸婚书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